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去使国小推动防灾教育成效卓著 荣获进阶推广基优奖 今天的健康1.0要带大家来认识男性博企功能障碍 新店央北重化区入住人口越来越多 但是在公车搭乘上仍然相当不方便 因此在地居民向新北市议员留着张反映 希望能够增加站点以及调整公车路线 为此日前邀请了有关单位进行研议 在听取民众的意见之后 议员留着张希望交通局能够统整意见 优化公车路网和站点满足居民的交通需求 新店央北重化区入住人口日益增加 但居民在公车搭乘上仍相当不方便 因此向新北市议员留着张反映 希望能够增设公车行驶路线或者是调整靠站站点 日前便邀请了相关单位及社区居民共同讨论 邀请我们这边所有的社区他们表达意见 甚至他们自己会提出他们自己的方案 那我也要求就是听取他们意见之后 要求交通局在两个月之内 把所有的这些意见来做一个综合的处理 那未来让这个整个央北重化区的公车系统入网 能够更健全 会议中针对增设绿武停靠站 现有公车班次 以及跳挖公车路线调整 还有新设路线提案等四大重点进行讨论 其中像是是否考虑将906和644路线驶入央北地区 以提升通勤便利性 另外希望多采用电动公车避免噪音等等 不少社区居民都提出了想法和建议 难道幸看到说 祝福本日降出来提出对公车的需求 那这个需求我想确实存在 那就是希望旅长议员还有政府单位 也可以帮我们来争取这些路线 论太阳北社区的祝福就知道 希望是尽力 希望是不要太吵声 希望能够电动车这些 虽然说现在政府要走向低碳社会 我们就希望朝向这个方向 最主要是祝福来讨论 然后提出大家的意见 然后让这个交通局长回去讨论一下 那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改善 这边的大众部长 新北市议员的这张表示 去年成功争取在绿武公车路线上增设四个新站点 显著改善了居民的通勤问题 而随着人口增加也必须逐步滚动调整 有关于公车路线的讨论 将会统整意见避免重复规划 并请交通局在两个月内 研绎最佳路段进行优化 提出具体的方案 以满足地方民众的交通需求 记者杨邦友 曹芳琪新店采访报道 新店清潭国小旁的人行道 因为六颗面包树生长茁壮 使得通行空间变得狭窄 在去年经过多次的会刊和讨论 最终决定面包树限地保留 并且将人行道拓宽 通行的空间变得相当宽敞 居民和学童也不用走在大马路上 与车争到 新店清潭国小旁 人行道与面包树去留的争议 在历经多次会刊和协调之后 已经在暑假期间 完成了人行道的空间改善工程 新店区长陈宜俊表示 汇集的各方意见保留了六颗老树 将人行道拓宽 调整机车停车格的位置 兼顾了民众通行安全 和在地居民的停车需求 基于安全的考量 所以养工处跟公所 还有市府还有学校 我们各方都进行讨论之后 我们决定就是拓宽 它的人行宽度 保留原来的机车位 那原来有一些退缩的机车位 我们会往后去做延伸 所以总停车的机车数量 是不会变的 那整个通学廊道会变宽 学童也可以有一个安全的 廊道空间可以受使用 这项工程由新北市养工处执行 在改善工程中 不影响老树的部分 将人行道拓宽至1.6米到2.1米不等 除了让行人的通行空间变宽敞 也能够让轮椅 婴儿车通行无碍 同时没有缩减车道的宽度 而人行道上的六颗面包树 才原地保留 把数学部分改为长行的直栽带 并且加强了相关防护 如果碰到风墙雨大的时候 可能针对树木的安全的顾虑 我们这次也特别做了加强防护 所以说未来在台风来袭的时候 可能怕说树木倾倒的问题 可能也有解决一部分 可是未来针对这一点 我们公所还是会来加强警戒 如果真的有树木太大 有倾倒的危险的时候 公所会第一时间来做处理 要特别感谢市府团队 还有我们虚空所 还有我们城区长 对于针对这个案子 对于理办公处的协助 那也感谢校方 对于此案他也接受 日后他们要来修减 这些树的一个高度 跟一个宽度 那这个部分 我们就要请多学校 大家持续观察 新店区长陈宇军表示 非常感谢美台里 理办公处的努力 与市府养护工程处的支持 提升学童及周边居民的通行安全 未来如果有类似的 通行空间改善议题 公所也会持续与市府 及理办公处合作 打造更优质的通行空间 记者杨邦友 曹芳琪新店采访报道 清潭国小人行道 虽然拓宽了 但美台里里长简明峰认为 整体的通行环境 不能一次到位的改善 稍显美中不足 他还是担忧 树木的落叶落果 会造成安全隐忧 所以挂上了牌子提醒行人 另外呢 因为机车格的位置调整 压缩到公托家长的接送区 他也希望有关单位 能够再想想办法 位于新店北一路二段82巷内 景临清潭国小旁的人行道 改善工程完工 让长勤来因为六颗面包树 生长茁壮 使得通行空间狭窄的问题 获得解决 不过对此美坛里里长简明峰 还是感叹地说 无法让整体的人行空间 以及面包树 能够有更好的生长环境 让他觉得有点美中不足 还是有美中不足的地方 我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就是这些树的问题 当然我们在这里再次重生 我们不是因为树不移走 我们觉得美中不足 而是我觉得说 人行道改善工程 如果能够加上这些树 去到更好的地方发展 我觉得是最好的 第一美观 第二向道明亮 第三左右两侧的围墙跟住户 它是不会受到 它的危险系数所影响 整个向道的通行改善 无法一次到位 让里长简明峰不免遗憾 不过他也表示 至少在现阶段 已经先让李明 学童不用再走在大马路上 雨车争到 但他也生怕 面包树的落叶 落果可能会造成安全的隐患 所以在人行道旁挂上了大大的牌子 提醒路过的行人要多加注意 我的李明 还有学童 还有年长者 他有一个安全通行的道路 这是我们乐观见到的 那至于树鱼不鱼 其实接受各方的声音 民主社会 大家都要互相尊重 那其实也没有关系 但是里办公署这边 一样有一个温馨提醒 就是行走在此路段 要注意落叶落果 断肢的一个问题 另外在这次的改善工程中 虽然没有减少机车阁 而是微调了停放的位置 把原本规划在中端的机车阁 往前往后挪 但移到后端的机车停车阁 却压缩到清潭公托家长接送的区块 为此已经有不少家长向里长反应 里长简明峰表示 已经将问题转达给有关单位 那我们里办公署这边 也接到一些家长的一个意见 他说里长那你把机车阁往后延伸 我们家长接送区应该停在哪里 那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需要再改善再讨论 那我们尽量做到更好 然后大家有一个机车停车的空间 那家长也有一个停放 接送小孩的一个区块 我觉得像是比较好的啦 人行道 树 机车阁 对于在地居民来说都很重要 里长简明峰表示 历经多次的会刊协调 都是希望能够保障居民的通行安全 和居住安全 他也希望这些对学校有意义的面包树 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照顾和生长空间 如今树木限地保留 只期盼有完善的维护 别让已经拓宽的人行道大打折扣 记者杨邦友 赵芳琪 新店采访报导 驱使国小荣获全国防灾教育机优县市 学校及有工人员进阶推广机优奖 校长林锡恩表示 未来将持续推广防灾教育 也欢迎各界一起来参与浅山生活 亲身体验地震安全 任性水保等优学活动 驱使国小荣获全国防灾教育机优县市 学校及有工人员进阶推广机优县 显示学校在防灾教育上的卓越成果 校长林锡恩表示 驱使国小位处山区 因此格外着重防灾教育的推广 更设置了防灾馆 以及水土保持基地教室 借此来增强学生的防灾应变能力 同时将防灾意识推展到社区 驱使国小是教育部的防灾机优学校 那我们运用产观学各方面的一个资源 那收集了各种物资设备 那建制了这一个防灾的一个博物馆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就近的 能够参访学习 那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做一些游学体验 林锡恩向长强调 驱使国小在防灾课程发展上 积极深化生态防灾以及创客火化 另外也逐步建置防灾应体设备 持续发挥在地资源效益 欢迎各界共同来参与浅山生活 亲身体验地震安全 任性水保 防火消防等游学活动 浅山其实它有很多生物多样性 那而且是我们人比较活动的一个场域 那这些场域里面可能有 或多或少的一些灾害的一个高浅室 那透过我们去爱护环境 爱护地球 那让这个浅室能够尽量的降低 那甚至有高浅室的时候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社区民众 知道怎么样来避灾减灾 而新北市教育局也期盼 有更多学校与在地企业及社区居民 能够一起推动防灾社区 让防灾教育生活化 齐心打造永续发展任性校园 记者身边咱们齐心店采访报道 广告后是健康1.0的单元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欢记录生活 分享生活吗 Channel 3公用频道 提供您一个最佳的平台 勃起功能障碍 一直是男性的难言之隐 很多人甚至因为不好意思就医 悟性偏方而延误了治疗时机 今天的健康1.0 医生就要来剖析 万一男性有这样的问题 有哪些治疗方式呢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更新医院安康院区 密尿科组织医师 吴泽伟医师 男性的勃起功能障碍 俗称不举或扬尾 是指男性在性行为期间 经常性的发生 因经无法达到足够的硬度 进入阴道进行性行为 或进行性行为的时候 无法维持勃起的硬度 达到射击 男性的勃起功能障碍的主要原因 主要可以分成 气质性、心阴性和混合性三类 气质性的勃起功能障碍 是指外伤 或者是因为血管、神经、男性荷尔蒙失调 或者阴晶海绵体的结构异常 所引起的勃起功能障碍 而勃起功能障碍的危险因子 通常会与冠状动脉的疾病危险因子是相同的 例如像抽烟、高血压、糖尿病或高血脂 而心阴性的勃起功能障碍 是指心理因素 或者因为心理精神状态 而导致的勃起功能障碍 例如熬夜、慢性疲劳 或者焦虑、忧虑 或者性伴侶之间的感情不协调 常常会需要搭配心理的谘智商来做治疗 而混合性的勃起功能障碍则是指 包含了气质性以及心阴性的两种因素 是目前临床上最常见的原因 根据统计 40岁到83岁的具有勃起功能障碍的盛行率 大概占了18% 多半跟年龄以及慢性疾病有关 其中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 是最常影响阴经勃起功能障碍的慢性疾病 因此若想要从生活上来预防或改善勃起功能障碍 可先从下列6点先做起 包括不酗酒、不抽烟、定时运动、控制体重 以及健康的饮食和充分的睡眠 而临床上活起功能障碍的第一线治疗药物包含三种 包含有口服药物的治疗 再来第二个是使用负压注泊器 或者接受阴经的低能量振波治疗 威尔刚跟犀利氏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 用来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口服药物 而这类药物的作用 是在男性接受到性刺激后 可以让阴经的海绵体顺利的扩张充血 达到阴经变粗变大而完全勃起的效果 大概会有7到8成左右的病人 会有显著的改善效果 而使用口服药物的常见副作用有 脸部潮红、鼻塞、头痛或肌肉酸痛 而负压注泊器 它可以让阴经海绵体被动式的充血扩张 但是有血液方面的疾病 或有在服用抗磷血药物的病人 则不适合使用负压注泊器 阴经低能量振波治疗 对于阴经的海绵体组织 具有促进血管数量增加的效率 使得阴经海绵体的血管罐流可以增加 进而改善 因为血管因素造成的勃起功能障碍 这是目前最新兴的非侵入性的治疗方式 而第二线的治疗 是在阴经的海绵体内注射前类腺素 常常用于治疗口服药物 只效果不张的病人 而第三线的治疗 则是接受人工阴经的植入手术 这是属于侵入性的治疗 火起功能障碍是不少男性朋友难以启齿的问题 但又常常碍于面子问题不敢就医 甚至许多男性朋友 会因为去自行购买不明来源的壮阳药物 或者偏方 导致整个状况恶化甚至危害自身健康 进而放弃的治疗 而产生火起功能障碍的原因 可能是相当复杂而且多重的 所以在诊断的时候需要详细的询问病史 还有身体以及实验室的检查 来找出是否具有其他潜在性的疾病 尽早面对火起功能障碍也能够提早认识自身 吸血管是否有异常 因此寻求专业泌尿科医师的评估 找出个人的造成火起功能障碍的原因 对症下药治疗才是提升幸福的正确方向 接着来看宝贝要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半网路找大心电宽评 有线电视用户专属优惠价 每月只要488元 在想申办豪力 详情请洽客服人员2917 3939 大心电监控防护2.0 AI人像辨识及时告警 为您顾家顾点都安心 在想窃盗损失补偿险 每年最高36万元 速洽2917 3939 外配合交通部推动机车驾训补助政策 鼓励民众参加驾驶训练 培养正确驾驶习惯与观念 以降低机车违规与肇事伤亡 机车上驾训补助1300元 公费流感疫苗分两阶段施打 第一阶段从10月1号起 第二阶段从11月1号起 请符合接种条件的对象 前往卫生所或是合约医疗院所接种 新北巡回运动指导 即日起至113年10月 只开放申请额满为止 新北市29个行政区需纠满25人 并提供适当运动场地 将有具专业运动指导证照的教练 提供免费运动指导 以上所有的新闻内容 都可以扫描画面上的QR Code 到大兴电有线电视的YouTube 脸书粉丝团 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芳琪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5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8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冷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 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 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 就像是要出发战斗一般 大家都蓄势待发 准备全力以赴 进行夜间维护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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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望着同一片星空 不同人有不同的梦 放心全都交给我 守候 Don't sa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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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在意别人怎么说 不退缩放手向前冲 无论日夜我陪在左右 让每一个心情的笑容 传练光照不到的角落 等谈求能亮起那秒钟 你会感觉舞台成交是我 Comingcoming夜天英雄 不为防御的谁奋斗 魂神天力任人执着 台湾power全年无休 你只说个夜天英雄 像个朝人生长佛楼 魂神天力任人执着 台湾power全年无休 你只说个夜天英雄 像个朝人生长佛楼 魂神天力任人执着 把我台湾希望起到 夜店英雄 任命标彰 节电有保障 晒晒太阳 衣服暖洋洋 善用自然光 工作更灵光 快煮壶配保温瓶 优雅不匆忙 避开尖锋时段 多点相处时光 节电 从我改变 从我改变 节能家电 减碳新生活 节电 我家的幸福超配备 走出户外 享受自然风 节电是一种生活超品味 节线 节约能源超简单 灰洒汗水 节电超乐行 聪明用电超流行 节电从我改变 ComingComing 野田英雄 不为防御那些奋斗 混声天理 人更执着 台湾POWER 全年无休 彼此说个野田英雄 想要找人生藏风流 会在汗水 不会白流 换问台湾 希望倾倒 ComingComing 野田英雄 不为防御那些奋斗 混声天理 人更执着 台湾POWER 全年无休 彼此说个野田英雄 想要找人生藏风流 会在汗水 不会白流 换问台湾 希望倾倒 各位新北市的观众朋友 大家早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北市气象 我们在今天 只是受到偏东风的影响 所以在天气方面 我们新北市是属于晴时多云的好天气 白天感受还是比较闷热的 所以提醒各位市民朋友 外出的话 务必要记得多加的补充水分 另外呢 因为东北角地区位在银峰面 所以云量会稍微比较多一些 不排除有些降雨的机会 所以特别要提醒双溪共辽 还有瑞芳地区的观众朋友 今天可以吸带雨具备用 会比较好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卫星云图 今天受到偏东风的影响 所以在我们新北市地区来说 今天的高温感受 还会是比较闷热一些 那么降温 可能要一直等到今天的晚间 到明天 也就是东北风会开始南下 不过这波东北风 其实没有伴随明显的凉空气 因此降温幅度是比较有限的 另外也会随着水气的增多 所以我们新北市稍微有一些降雨的机会 又一直等到礼拜四到礼拜五 风向开始转变为东到东南风 而且水气也变得比较少一些 所以在温度的部分 也会随着天气比较晴朗稳定 高温又会有略微回升的情况 好我们来看一下逐日的降雨方面 因为在今天是受到偏东风的影响 其实在我们新北市各地的天气都还不错 仅有东北角地区 因为会受到海面上移入的水气影响 所以稍微云量比较多一些 那么另外也不排除会有一些下雨的机会 礼拜三风向则是吹着东北风 因此在我们新北市来说 云量都会是比较多的 那么在北海岸、东北角以及山区 也不排除会有一些下雨的机会 到了礼拜四水气又再度减少 风向开始转变为东到东南风 我们新北市又会恢复成晴道多云的好天气 所以在未来五天的天气来说 今天天气不错 不过晚间开始就会有风北风的南下 所以礼拜二的晚间到礼拜三 目前看起来云量会是比较多一些的 也不排除会有一些下雨的机会 要只等到礼拜四、礼拜五 水气变的比较少 才会恢复成多云道晴的天气 那么目前看起来礼拜六 会受到风面通过的影响 紧接着就是东北季风的增强 那么要提醒大家了 因为礼拜二的晚间到礼拜三 这波东北风没有伴随明显的凉空气 所以降温的幅度是比较有限的 高温从32度降到30度 但是礼拜六这波东北季风 是有伴随着明显的凉空气南下 而且影响时间会比较长 可能会一直影响到下个礼拜三左右 所以要提醒大家 礼拜六这波降温幅度就比较有感了 所以提醒怕冷的观众朋友 还是要记得 在保暖的衣物在出门 千万不要着凉感冒了 好最后有一个活动要来推荐给大家 就是在2024年 我们新北泰山狮王文化节的活动 在这个礼拜六跟这个礼拜天 就会展开了 那么礼拜六10月19号的时候 会有狮王争霸赛 还有有趣的园游会 来让大家参与 那么在礼拜天的时候 更是会有绕境的活动 所以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到现场支持这些参赛的选手 也让民众可以更加的了解 泰山的宗教文化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再见 4月3日的大地震 各地传出大小不一的灾情 许多民众透过追加监控摄影机 及时掌控了家人的安全状况 与财务损失 我们当天是早上正在骑车 然后 Spi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